只要一步驟 輕鬆踏入骨骸 有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的能力 就有下一支 加入大附羅盤 籌碼動人 唯一官方帳號 從馬動足先機懂人掌握極限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從馬動人 大附羅盤的潘厚幾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五 這禮拜五各位天 在這邊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 祝福大家在接下來的週休 雖然說週休只有禮拜天一天 把明天其實是很多人 我相信這個都要補半的 但是禮拜天的休息好好休息 祝大家禮拜天休假一塊 好不好心想事成 好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50點 OTC漲1.06點 好朋友這個OTC 他已經創新高了 當然其實不是只有OTC創新高 你看這個大盤 大盤也創新高 大盤也創新高 而且其實他昨天就創新高 今天怎麼辦 繼續繼續往上走 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 其實這一段 在年前的時候跟大家說到 如果說你看籌碼的話 可以發覺外資投信 基本上都在買方 融資沒有來對不對 所以年後基本上會 軋空跟軋空收 雖然說有點波折 有點波折 但是 也的確在軋空跟軋空收 都創新高了還不是軋空 都創新高了還不是軋空嗎 那很多那種中華型股 尤其是那個什麼 CHPT的 AI的 都漲翻天了 然後一直一直一直往上打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如同我們 就是如果說你用整個結果來看 跟我們在年輕跟大家規劃的 其實大同小異 那你看這個融資 之前這邊是1678對不對 我們這邊一直說這個融資太低了 如果說太低的話信貸多少 如果說看到昨天的話是1704 其實他已經比這邊多對不對 比這邊多但是 同學 漲多少 漲3000點的融資才多 多多多多一點點而已 跟低點比 這邊1678嘛 這邊1704嘛 他多不到50億耶 啊 嚴格來說多不到 多多不到30億啊 然後這個融資源也真的太低了 所以你說 這融資源那麼低沒有累積到沙盤動人的話 其實 但是我個人認為啦 也許整個經濟狀況哦 他可能還會震盪 因為如果說你看數據的話 數據真的不太行嘛對不對 沒錯啊 講實在說數據真的不太行啦 但是不太行啊 為什麼會漲 因為大家預期第三季就好嘛 其實股票市場是領先市場啊 其實他就是 有一個預期心理在啊 比如說很多股票 你看那個 目前那個 獲利根本沒出來 什麼股價漲半天 預期心理 都是預期心理啦 就領先本來預期心理啦 所以就是有夢想在啊 就股票市場基本上它是一個 可以讓人家做夢的地方啊 而且可以讓人家做夢的地方的話 你現在這個做這個夢哦 我們說實在這個夢哦 還不夠大啊 不夠大啦 你低點是1678融資 現在1704怎麼會大呢 1700融資這個 你是要 就算真的有狀況 你要他什麼殺啊 很低啊 殺不了多少啦 那殺不了多少的話 那都是 除非你外資砍出來啊 但是外資 這一天就開始買了嘛 所以呢 所以你就做你看到的 他們有做你看到的 你現在看到就是創新高了啦 創經年新高啊 那創新年新高 那就第三季吧 第三季數字交不出來再看看啦 數字交不出來才有可能往下掉啦 就經濟數字 第三季交不出來才會往下掉啦 現在大家都預期第三季會起來嘛 所以呢 所以就領先先長好嘛 啊領先長好的話 如果領先先長好的話 我們說實在啊 我現在昨天的節目我也跟大家提到 這個不是什麼 這升旗群很快結束了啦 那 昨天的盤喔 雖然說美股大跌 但是他不是這個包爾的問題 是什麼 是葉倫問題啊 是葉倫講完話 葉倫講完話的崩下去了啦 FMC說什麼 基本上FMC就是其實他只比較偏 他這次講話比較偏割派 而且呢 而且他按就是 從點證圖來看喔 基本上可能就只剩 可能就只剩最後一次而已 可能啦 因為現在升到4.75到5了嘛 頂多後面就算還要再升 頂多就一次而已 所以升旗要結束了啦 那升旗結束的話 市場上都不會管這個升旗的東西啊 他會開始看什麼 他會看成長股了啦 那開始跟成長股的話 昨天 就是我們昨天在解盤的時候是葉倫 講話讓那個道琼掉下來嘛 昨天道琼是不是又漲回來 又開始漲了嘛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又改孔了啦 葉倫修改國會正成 你看度個多虛啊 啊前一天說的然後呢隔一天 哇美股大跌 趕快趕快修改正式 怎麼會這樣 要選舉啦 那麼簡單 就是選舉啦 美國要選舉啦 不是嗎 我們這邊也要選舉啊 對啊 我們這邊要選舉啊 所以在選舉年的時候 就選舉前一年的狀況 其實你說這個地方 要什麼金融海嘯金融風暴 沒有人敢 沒有人有那麼好大的膽子 敢讓它發生啦 你只要有風暴發生 你就確定小布希這邊 拜登這邊的不會當選了啦 拜登這邊啦 當然就垮掉了啦 所以呢 所以他如果想選的話 甚至說他的那個那個團隊想選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讓這種事發生啦 反正就是用鼓勵力量把它頂住 好不好 所以我們講那麼多就簡單做個結論啦 我現在其實講的也夠多了 從年前一直講 講講講講講 對 那個三家銀行島 對 跟你說不用擔心 瑞銀島跟你說不用擔心 我相信只有我敢這樣講而已啦 應該是吧 只要我這樣跟你說而已 我相信你那時候看我節目 你看的也是屁屁錯啊 感到 蛤 所有網路網紅節目點開 都是金融風暴 只要你在 什麼還在放輕鬆 舞躁跳馬躁跑 就就就就就就真的舞躁跳馬躁跑啊 不然你要怎麼樣 真的風暴風暴來啊 怎麼看都不像嘛 朋友有時候你要看一下整個大局啊 不要老是聽人家講啊 聽人家講你也不要亂聽啊 聽一些阿薩布的啦 你不要聽阿薩布的在亂講啊 反正就是 都是個別銀行的問題啊 個別公司的問題啦 反正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上半年是安全的啦 下半年景氣如果 數據沒上來喔 你就要小心一點好不好 下半年沒上來你就要小心一點的啦 上半年 再怎麼爛都無所謂啦 因為大家於是下半年好啦 你這樣都維持嗎 有時候那種觀念你可能要稍微 這是我的看法啦 你參考看看啦 不過到目前為止 是八九不離十啊 好不好 但是後面呢 後面可能還會震啦 一萬六我也不知道會不會上去 會上去最好啦 不上去也無所謂啦 反正現在就個股表現啦 好不好 那個股方面的話 這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的 點證圖啦 那個 連總會說不會降息嘛 怎麼看都覺得會降息 這不會降息 對不對 他說今年不會降 也許今年不會降啦 今年不會降 明年降 就這麼簡單啦 怎麼看都這樣子嘛 這個一個點喔 這是那個投票的委員 他們的看法啦 那當然你不能說 有人喔 怎麼看最高5.5歲 會這個 不是啊 你要看大家 因為這是投票制 你懂什麼 投票的啦 民主國家投票的啦 你看大好大壞 那個沒人理你啦 那投票就是看中間的啦 人數最多的啊 中間最多就是 怎麼看就要降息啊 那個人後面長期利率就2.5啊 那現在多少 5%啊 所以後面就降一半嘛 那不是明年就開始降啦 後年就繼續降啊 就繼續降嘛 我剛來的時候看到那羅比尼在講 他那羅比尼說明年經濟很差 他說的啦 羅比尼說的啦 末日博士嘛 其實末日博士 他為什麼叫末日博士 他從頭到尾都看很差啦 對不對 所以他叫末日嘛 不知道後面 可能有一年會比較看對啦 但是但是如果是景氣數據 那個經濟真的不好的話 你明年經濟差你不降息哦 應該會吧 他應該會降息嘛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樂觀看待降息就是變利多了嘛 對啊降息變利多的話 什麼債券什麼的 搞不好就股債雙漲你懂的是嗎 啊搞不好就股債雙漲了啦 好不好給你做參考啦 好看一下個股啦 這個是先進光對不對 先進光昨天創新高 哇好爽 今天哇今天鬥頭債 很正常啦 搞不好很正常啦 沒有沒有那麼嚴重好不好 不要想說他今天掉下來是怎麼樣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啦 他不是警示到今天嗎 他不是警示到今天 下禮拜如果說沒什麼狀況的話 下禮拜就會恢復正常對不對 我問你啊 如果他今天在大漲的話 你覺得下禮拜會恢復正常嗎 那我就問你這樣就好了 我就問他今天如果繼續大漲的話 下禮拜有可能會恢復正常交易吧 不會吧 啊搞不好不是五分鐘一盤 搞不好繼續延長 延長關機幣的時間 對 跟你說 燒 關就是 警示五分鐘一盤 就叫你不要漲那麼兇了 你還在那邊繼續漲 啊繼續漲當然就是繼續關嘛 對不對 啊繼續關搞不好後面還怎麼樣 後面還有那個什麼 怎麼全額交那個什麼 你要那個那個要 先圈存 就是你要先繳錢才可以買的 哦 就是 就是 預修款券 預修款券 這如果說他今天繼續漲的話 搞不好下禮拜一就不會 就不會 就不會解禁了啦 所以今天掉下來 我覺得還好啦 反正就是 今天壓在這邊嘛對不對 就是 讓這一段期間的股價哦 沒有太大的波動 壓在這邊壓在這邊 然後正常了再說吧 就是如果對正常交易再說嘛 所以今天我認為 很正常啦 好不好 等一下很正常啦 不然今天再漲 我都很擔心 今天那個 今天再漲下去 我都很擔心這個 這下禮拜一 到底是要怎麼恢復 正常交易啊 對不對 沒有壓下來啊 對不對 應該應該是沒錯嘛 所以我認為你平心看待啦 好不好 然後這個連電就很慢 就慢呢 我今天我想全員先把它 先出掉了 好不好 因為 啊真的太慢了 因為最近的盤還不錯啊 盤還不錯的話看 我們找一些比較活潑的 找一些比較活潑的 可能 可能資金會比較有效率啦 好不好 當然 就這個 小賺啦 小賺出啦 好不好 那個 其實如果說你錢夠多 你有耐心的話 你可以慢慢跟他等啦 我認為基本上 他就是慢慢吐慢慢吐吐上去那一種 好不好 然後跟他提到的那個 回答GDC大會 回答GDC大會 其實以這幾天來看就是什麼 散熱嘛對不對 散熱 沒有當時沒跟你折 3月20號 雙紅旗紅嘛 對到那個 昨天的雙紅旗紅嘛 其實這價差都拉開了啦 價差都拉開了啦 如果拉開的話 你有賺到恭喜你啊 好不好 然後加折加基對不對 加折加基對不對 加折創新高對不對 那就做個加基嘛 加基價格比較親民嘛 對 就變這樣子嘛 這我們昨天也跟大家報告 全部出掉了 出掉掉下來 不關我的事 好不好 然後 還有這個嘛 跟他說 這個拉回到月線喔 創新高叫你追 所以我相信其實這個很多人追不下去啦 但是如果說這種拉回到月線喔 拉回到月線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搞不好 到月線喔 他有在轉強的機會啊 好不好 啊我們先做這一支嘛 先做這一支 先做這一支的話 這個昨天一拉起來 哇拉十塊 拉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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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一下嘛 先出一半嘛 對不對 這個叫起來就賺 賺十塊價差一張一萬 你不先出一下放偶蛋 放偶蛋心理會比較好吧 啊不知道 不是要放假了 我放假啦我放兩天啦 但我知道很多人還要補班啦 補班哇可能不太舒服 先賺點錢 維持一下快樂的心情嘛 今天繼續 今天稍微晃一下啦 晃一下我認為正常啦 好不好 因為盤中就有在喘 好像什麼什麼什麼財富對著的 跳進來買 跳進來買就開始洗了 應該不是重點啦 好不好 稍微洗一下 應該 他之前法說就說他今年那個衛星的部分 成長是100% 然後後年繼續成長啊 法說講的還不錯啦 所以呢 所以這個地方喔 會往上走其實不是沒道理啦 我認為 還是可以留意啦 然後今天我請學員喔 那個 小買一下這一支啊 在這邊嘛 在月線這裡嘛 搞不好像這種帶月線的喔 月線就是他的慣性嘛 因為他的慣性的話就是 這種就是很簡單嘛 月線如果沒破 搞不好上去還有一段 那月線破了呢 月線破了 鼻子摸得挺損掉啊 就是你用下面可能一點點而已啦 就一點點的風險去拼上面 對 可能可能會一段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啊 走成這樣子 這個應該有人在吧 沒人在怎麼會走成這樣 應該有人跌的啦 好不好 反正就是 下面風險可供 上面呢 上面 獲利可期 基本上這種就可以做了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做個簡單結論啦 其實這陣子 這陣子來說 我相信其實 從三月中開始喔 事情比較多 就是那個總清的狀況比較多 但是 我相信其實 就算多歸多啦 你看到今天為止喔 指出創新高 就是給你最後的答案 會創新高 代表多頭 沒錯吧 會創新高代表多頭 多頭的架構裡面 就是怎麼樣 拉回早買點嘛 強勢的股票拉會漲慢點 弱勢股要反彈找空點 然後盤面上 不管歸雷西 還是大盤 全部都在創新高 所以這個盤 基本上應該是 偏多思考會比較有利啦 偏多思考會比較有利啦 那既然偏多思考的話 有沒有 這樣偏多思考的話 其實就是 把會長的股票找出來嘛 不是這樣子嗎 把它有機會 不能說 其實股票市場沒有百分之百啦 百分之百就是買在去 買定 就是定存而已啦 你要做股票的話 一定會有風險存在啦 因為股票市場 是屬於比較高風險高利潤的嘛 它都有風險存在啦 你只要把那個 有機會漲的股票找出來喔 你有八成勝率 基本上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就可以賺錢了啦 就是一段時間來看 你是可以賺錢的啦 所以操作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想辦法把 有機會漲的股票找出來 如果說你不知道怎麼找的話 當然我們的索馬教練視頻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歡迎你訂閱嘛 如果 那個真的沒時間的話 折訊帶著嘛 但你做做價差嘛 有時候運氣好還可以賺賺漲停嘛 所以就是我在跟大家提的方法啦 就是 有超大方法就有貨鏈呢 就有下一次 那超大方法就是 把有機會漲的股票找出來 不是看大盤啦 同朋友不是看大盤啦 大盤你不用看啦 不用看啦 你不是做旗子的 你不用看大盤啦 是看OTC啦 OTC現在怎麼看就是有人在啦 有人在的話就是看股票 把有機會漲的股票找出來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大盤那是領導的事情啦 你金融股不漲 台積電不漲 怎麼會大盤怎麼會動 這些股票基本上大盤 那大多頭才會動嘛 所以指數的部分 能漲最好不漲無所謂 只要不是崩盤 那支石戶都會在裡面 你懂我意思嗎 只要不是崩盤 那支石戶都會在裡面去 去操作他們覺得有機會漲的股票 然後呢就是去找他們的軌跡 那些股票是有有手法在的 怎麼樣 稍微稍微跟個單對不對 吃一下豆腐 對他們可能吃大塊的 我們中間吃個對不對 吃個半塊三分之二塊 就飽了嘛 不是就這樣子嗎 所以呢所以 歡迎一起來賺錢好不好 好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另外一個小鈴鐺 我們節目欣賞完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又可以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董南掌 我是先祝大家休假的快 下週我超有順利 下週見拜拜 儘管投顧新字帝015號